因為我經常回來中心玩活動 就知道有這個活動都覺得挺有趣 想了解一下就參加了 參加這個活動對社區真的認識多了 因為你走過的時候會留意多些 或者去沙田區都會特意去找一些 我未去過的地方去看一下 我們一起去設計一些活動 去看那個社區有些什麼適合這個活動的元素 大家一起去找資料 因為有時候玩遊戲未必一下子會想到 那你就不可以一下子說個答案給人聽 那你要引導它去領它成功 那都是需要耐性 是呀 認識了很多人的 多了話題和年輕人都可以說一下 實境遊戲 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知道呀